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4年的末幻联赛第22赛季 A Aurora对战XG双锋BO2的第二场比赛 小组赛第三个比赛日的第二轮 让我们来看看阵容 这场比赛呢 XG的一个阵容拿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小一张的谜团 中单XM的电棍 然后再加上AME的小狗 4-5号位拿出来的是海民和萨尔 这个阵容啊 这个五个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XG在这些比赛当中 从来没有用过的五个人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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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上上一个他们参加的比赛 这五个人也基本没怎么选过 那么A Aurora则拿出了一套 现在的一个版本非常热门的一个阵容了 三号位的大鱼人 这个稍微冷门一点点 一号位23的敌法师 OA的五号位凤凰 再加上Q的小小 以及中单的船长 RG现在的这个BP 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多想法的 对于这届比赛 他们是有一个很高的目标的追求的 看看能不能实现 好吧 拭目以待 看看能不能实现 我刚才说靠黑洞打敌法吗 这场比赛迷 迷团是第一个选出来的 对方的敌法是第四个选出来的 所以不存在用迷团来针对敌法的这个说法 像最近整个XG他们在BP方面 中单的火枪啊 大哥的 小黑啊 等等这种几乎都已经被人忘却和遗弃了的 放弃掉的这个战术 在XG这个手里面其实都是大方一彩 我觉得这么打这些的话 现在XG的每一场拿着这些奇形怪状的阵容赢下来的比赛 对于未来的每一个对手都是巨大的压力 因为会发现搬不光 你搬不光他的英雄 他那种奇形怪状的英雄太多了的时候 你真的是搬不光 感谢羽林老老板的小蛋糕 谢谢老板 大更新基本白实验了呀 那问题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大更新了以后正好加强了他们测试的这些英雄呢 对于一个未知的版本更新来说的话 下一个英雄是加强还是削弱 他的概率是50%吧 对吧 那么结合DOTA2整体的更新思路 热门英雄被削弱的概率是大于50%的 冷门英雄加强的概率是小 说反了 热门英雄削弱的概率是大于50%的 冷门英雄加强的概率是大于50%的 对吧 所以我练冷门的英雄 是不是如果发生版本的改变的话 我的收益是预期的收益是更高的 大叔看一下电棍的试片 电棍这边一上来吸个攻击力 吸个攻击力这个画面没啥可说的 他这个每一件装备都是散件 这散件太太复杂了不看了 这个想看他的试片的话 可以到时候下载这场比赛的录像 然后单独去看一眼 他的每一个试片都是单独配的 不是套装 看看下路这场比赛开局的这个对线 谜团这条线的对线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谜团这条线拿出来以后打敌法师 就是为了打优势的 如果这个对线加上一个九仙 谜团加九仙 如果去打不出来这个列数路的优势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亏 我记忆当中啊 我记忆当中 XG这场比赛的这个谜团 我怀疑是他们上一次遇到对手拿了个谜团 然后他们对线被这个谜团的补刀给打爆了 那场好像也是个 他好像是 XG自己用了个敌法师吧 是不是 我记不清了 有这么个印象 我把这个海民说成了九仙了是吧 没事海民也喝酒 也是九仙 辅助塞尔前妻不学电的吗 现在的辅助塞尔前妻 这个电不着急加 因为恶念撇士本身带伤害了 不一定非得要去加电 用电的是来打输出 中路的补刀被中路的补刀爆了 中路补刀现在不是13-4对12-2吗 这个补刀好像差距并不是太大吧 团长这边压了一波冰 压了一点冰 压了一点冰的话能稍微领先一点点 船长用来去打电阵 也算是有一定历史的一个对线了 小狗在上路的补刀 现在才是真正的被打爆了 小狗确实打不过大鱼人 大鱼人在近战的对线方面的话 应该是二哥 大哥是大胜 二哥应该就是大鱼 大鱼人现在光说对线期 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厉害 打近战英雄 包括像熊战士这类的英雄 跟大鱼人去对拼都不占什么便宜 小狗这个英雄的话 他其实更擅长打的是那种 比较肉的三号位 像什么人马 是伐木鸡 潮汐这类英雄 小狗打着会比较舒服 小狗可以跟他换血 疯狂的跟他换血 现在小狗的补刀14-4 对方大鱼人是16-4 而且还多囤了三个近战兵 都补完了的话 大鱼人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下路这个谜团的对线 目前来看还可以 整体来说还可以 中路电棍22-5 船长19-5 囤了一波兵 都补完了差不多 中路现在打了个五五开 下路小优吧 对于谜团来说 这个补刀的优势不算大 上路那边的小狗 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发育情况来说 就是完全可以接受 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海民给上一个冰墙 凤凰直接飞走 直接飞走 电棍在中路现在24-6 对方的船长是25-5 两个人在中路打了一个护肥 从大哥位的角度来讲 这场比赛 电棍这个点 电棍这个点 只要队友有人帮他打凤凰弹 电棍这样比赛的舞台就无限大 因为对方没有什么无视无秒的控制 只有一个凤凰弹 电棍这边早点出了BKB 缓战的时候就追着这个船长吸就完了 他也不用去吸别人 追着船长吸或者追着大鱼吸都行 二选其一 凤凰弹的话交给这个狂暴狗去处理 对方如果实在是憋着想惦记反打的话呢 还有一个谜团大和萨尔的匡大能够去限制一下 当然需要提防的是什么呢 就这场比赛 XG最好是他们打先手 如果他们打后手的话会有一点难打 因为对方这个阵容的先手 跳刀大鱼跳刀小小的爆发有点过高了 而且很有可能是什么呢 团战的时候是这样 一个跳刀的小小上来一个V一个T 或者是这个跳刀的大鱼上来踩 踩完了以后马上跟上来的不是另外一把跳刀 而是一个凤凰 来这块一个框 框住大鱼人 那么不过这个框的位置 对方是能够走出防御塔的攻击范围的 没有能够耗掉太多血 跟上来的并不是这个跳刀 而是凤凰 凤凰飞上来以后直接在脚底变个蛋 就是在大鱼或者在小小 第一个跳上去那个人脚底或者附近变个蛋 然后这个时候对于XG来说就非常难打了 因为XG在这个时候 他的选择就是要么放弃掉那个被对方第一时间控住的人 要么就是后手上去打这个对手的凤凰蛋 因为你必须要A掉蛋才有可能打赢 然后这个时候小狗可能会离得很远 那么其他的人又不太具备打蛋的能力 大概率会变成一个对方如果能够打成先手 就要第一时间被减圆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里小小给上一个山崩一个投掷 大鱼一个被动 然后呢电棍过来支援 这块甲脖子应该是能杀 甲脖子应该能杀 这里下路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不过甲脖子还是顺利的拿到一血 大Q果断的一张TP还是很机智的 选择替了上路的二塔 然后空下七分钟的神符 天徽这块扫了一下对手的智慧神符的位置 是扫到了有人 那就应该不会过去再去抢了 刚才是想框在外面没成功吧 也有很大这个可能性 这边给上一个恶劲别事 盯回来 漂亮 看船长杀谁 果然是杀这个萨尔 杀萨尔是比较划算的一个选择 海民这个变雪球 这个雪球给的不错 救了一下 救了一下以后 船长这个水道伤有点高 递法师上来开始切 那么不着急 二三这波 有没有增悟 有增悟可以反杀 这边还差一下 Nice 二三这波强行上来 去击杀掉对方的一个萨尔 不过自己也被小学生拿到一个人头 船长的经济目前暂时排在全场第一 应该说对方船长的一个前期的游走 还不错 到目前为止收益还不错 递法师的节奏被断下来一点点 先看一下这个电棍 电棍这里被对方三人围剿 小毛的 哎呦这个投掷 没有投掷到电棍 投掷到的正好是身边的一个船长 这个船长被扔回来 电棍呢就没什么事了 这里再踩一脚 再接着A 在A间又要出被动了 AME这个小狗跟大鱼人对A 是真的占不着什么便宜 大鱼人的被动太厉害了 还没到六级呢 这到六级给上个点灯的话 点的太疼了 实在是 小狗又不能拿狂暴去驱散这个玩意儿 两个技能的CD跟蓝号不是一个级别 大鱼这块踩一脚 小小给上一把身崩 这边小狗直接带走 NICE 队友过来反打 恶劲骗势 盯过来大鱼给上一个筐 然后呢电棍给等一子场 吸上攻击力 甲坡这波肯定是没了 看一下海明变个雪球 滚一下 人头还是小猫拿到 完美 敌法师也跑过来 哎呦 这个敌法师偷到了一个人 萨尔有电没有 现在很关键 有没有电是一个很关键的事 脸个人骗势 有没有 个人骗势 也没有 那打不掉了 这有点可惜啊 感觉这波 很好的 很多机会 但是有点可惜 现在小狗的经济牌 在六个大哥队的末尾 而且小狗这个英雄 他着实不是一个 刷得很快的英雄 这场比赛 这个经济库就不好追了 打扰过来 一个竖章子扔上去 小猫被带走 XD这场比赛 对于这套阵容的一个使用 确实在练阵容 能看得出来 确实在练阵容 他们整体是 在在整个阵容 执行的很多计划上面 来看的话 这个计划都没有什么预案 或者这个预案都没有能够 都没有能够成功 这里哥 直接把凤王钉过来 一轮过来 给上一个增悟 完成击杀 就是从前期的一个支援 这场比赛 加之上一场比赛来看的话 Aurora明显 因为拿的都是版本的 强势热门 以及非常熟练的阵容体系 明显能看得出来 就是Aurora 他的每一次进攻也好 每一次的防守也好 每一次的蹲人也好 他都是很有章法的 而预案做的非常的充分 他说现在XD在全球算前五吗 我觉得差不多 前五应该是能排上 感谢我可以摸一下吗 老板的灯牌 谢谢支持 他说你觉得现在小学生 迷团应该怎么出装 打团才最有效 这场比赛 XD的核心就是不要急 这个时候打不过 这个时候不要急 就是不要急于开团 小规模的接触可以 但是不要急于开团 萨尔这个大招给的不错 海民完美兵强 Nice 要看船长留谁 船长能留一个海民 但是海民这个英雄 他不好杀 他不好杀 他应该还是想去留 对方其他的人 萨尔又过来准备去留人了 这个额念撇士 盯回来有框吗 对方直接用标记给拉回去 用船长的标记 来解决萨尔额念撇士的框 海民应该是要给一个兵墙 但是好像对手撤的有点快 这个兵墙找不到很好的对象 中路小狗跟敌法师 两个人在硬钢 船长这边给上一个水 一个船一个水刀 AME直接被秒 AME7级没有加大呀 没有加大 这边如果有大招的话 如果有大招的话 应该是能活下来的 因为他正好一级的大招是100蓝 他死的时候有110 怎么防对面小小和大鱼人的强开啊 小小和大鱼人的强开 在游戏的中期这个阶段的话 对于XD而言 有几个不同的方案 一个是卖酱油反打 因为对方其实这个阵容的强势是第一波减员的能力特别厉害 强行给你减员的能力特别厉害 但是你要说他这个阵容在第一波打完之后 第一轮技能的空挡期或者是 在集火完毕之后马上进行转火的这个能力是很差的 他们这个阵容第一时间秒掉一个人之后的转火能力很差 会有大概5秒钟到8秒钟左右的一个转火的一个控装期 这个时间是XD去找机会反打的一个时间 再加一拳 带走 地外这边被击杀了以后呢 大鱼人 哎呦 大鱼人这个位置山上中了一个增我追不上了 小鱼生捡回一条命还行 现在XD这个队伍他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他们在拿出一套新的阵容的时候 或者一套熟练的阵容的时候啊 游走的输出投入不够 这个不是这一场比赛的问题 是最近很多场比赛都有的一个问题 这边小小一个投掷 那么拉断 怕谜团过来给上一把增悟 再接着集火 一个等力自长 再加一个平位完成了大Q的击杀 对方的船长呢 在清理了一个远古 谜团的经济现在暂时和对方的船长持平 并列第一 电棍呢 经济暂时排在第三位 这块等力自长 给一下AME过来去抢矿 这个抢矿能抢掉吗 能 对方放弃了 漂亮 这边矿抢了 nice 这两把怎么这么散 像是打天地一样 其实就是他们在进攻的时候啊 他们觉得自己这几个人输出是够的 但实际情况跟他们预想的会有一些出路 小狗现在删上三位加上一个臂章 不得不说的就是AME确实比对方的敌法能刷 一个小狗在初级对线完全崩盘 然后屡次被对手击杀的一个情况下 还是比这个敌法师能刷一点 萨尔文静贴士定一手漂亮 这块谜团利用自己的大招呢 是直接抓住了23的敌法 而且敌法师的狂战虎啊 正好是钱不够 小谜团骑射输出最高的时候 是的 现在小狗的装备呢 第一个在一张之后选择出的是暗灭啊 直接去让他来爆输出 谜团对于对方敌法师的限制 这场比赛是比较强大的 比较强大的 看看这波的开悟啊 四个人的一波开悟 没有带大鱼 敌法师直接选择踢到了下路 这个天徽的扫描是扫到了一个电棍 那么下路这块看看能抓到的是谁 如果抓到的是谜团或者海民 这两个人其中之一的话呢 那么对于差地来说就是一波雪转 当然最转的是被对手抓一个海民 好 谜团这边跳刀直接溜 但是被对手找到了 要被抓点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亏了 这样的话就有点亏了 海民变个雪球 然后呢 滚过来 正好对手 萨尔这个狂大不错 两人全中 海民把自己所有的输出贡献出来以后 小狗贴脸 强秒 恶念撇视 留住船长很关键 这一波留住但是也就没办法再去留对方其他的人了 小狗直接蹦出来 小小一个山东 打中两人敌法师 他打鱼的速度太高了 AMG这个位置也被留住 海民这波为什么要来打这个团呀 为什么要打这个团我没看到 海民好像对于这个阶段的强弱 对于这个阶段的强弱的一个判断 出现了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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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误差 如果这波是一个暗灭狗的话 他这么干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暗灭狗的刚刚拿到这个 毕章加暗灭 尤其是暗灭的时候啊 小狗的爆发在这个阶段是足够用的 因为对方的英雄普遍护甲也不高 也没有那么结实 这个时候的暗灭臂章狗战斗力非常厉害 但是这一波这个差距的团战 接的我真的是有点 我想的是这一波哪怕被对方去抓到一个谜团 加一个海民也不是不能接受 因为谜团没有大嘛 你谜团没有大招的时候 被对方抓一波抓一波抓一波 无所谓站起来了以后 大招CD转好 我再找机会打回来就是了 看看这里另外一侧海民跟谜团两个人留住小小 小小里边给人发山包电棍 直接开大招过来贴住对方的小小 输出有点慢 这个船游挂上 船游挂过来以后是给到了自己 那想救的这个人并没有救下来 萨尔被击杀掉了以后 现在没有什么流人能力了 给谜团跳过来一个增舞还行 哎呦这个小狗崩出来赶紧给输出 Nice 阿滴这个头是真铁 我跟大家说就是XG现在的这个打法呀 现在XG的这个打法和他们接团的这个自信 这个打法和这种接团的自信 我只在八连贯时期的秘密 后来如日中天的Liquid 然后以及赢了足足一年的GG身上见过 就是那种阶段性的顶级强队的顶级的自信 然后如果是用近期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去比的话 就是Falcons 近期的Falcons 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头是真的铁 上一波我没打过 没打过没事 我们这回再打一次 其实刚才那一波团战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因为谜团有大了 所以开了那个团 我跟大家说上一波谜团开大 开团的时候他没有打 开打的时候谜团是没有大的 所以偶尔上我估计也没想到 对方会在谜团没大的时候来开这样的团战 明明是刚刚输了一波团 然后谜团没有大 然后又上来去打了一波 我估计偶尔上也完全没有想到 现在小狗的经济 九千二 敌把师的经济 因为有狂战服务以后 补得非常快 已经来到了 跟电棍 谜团 船长 四个人并列第一 所以这个自信是哪里来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刚刚这里海民 带着狗 然后绕进来 第一波没摸到 变雪球 往前走一下 放狗 这边打飞 放狗 然后开始给输出 谜团过来给上一把增悟 五个人抱团过来 抓死对方的一个小小 然后直接打入山 逼你过来 这个时候再人少的 起码跟我开团 你要是想人数跟我一致 你就买活 要不你就放盾给我 大鱼直奔经验 不然去 这玩意儿打完了以后带盾 小狗拿到了肉山盾 团队经济现在 我说萨尔的这个大招 谜团过来 大招拉住 对方没有人能救 那死了 这个应该 光谜团大招的伤害 都差不多够了 萨尔这玩意儿 又是用了一个 你骗射 多空了一下 再加上谜团 凋理人和 这个大招的伤害 直接完成了 对于二三迷 一把尸的击杀 一把尸的节奏 再被断一波 那么小狗 可以趁机拉近一点 两个人的经济差 现在手里边是 相位必章 加上按灭 我现在看看 他的下一个招备 准备做的是 晕锤魔精 魔精 晕锤和 散滑 散滑的话呢 也就是说 还没有想好 这个散滑的 下一段要出什么 现在团队经济 比对手落后 一千多的 这个差距 一方面是在 小狗身上 另外一方面呢 主要是在酱油身上 两个酱油落后的 比较多 矛盾在身上的装备 是一个分身 然后开始再去做BKB 这场比赛 小毛也是选择 先做了一个分身 如果没有BKB 没有BKB的电棍 被秒也没办法 小狗的一个英雄 如果不去 像之前那种 比较流行的雷锤 或者灰奥小狗的话 就是很多年前流行的 那种的话 小狗的英雄 刷钱确实是满 这已经是AME的小狗 在这种装备的情况 已经很快了 这一拳 轮飞了个野怪 好像 看上了 是不是轮飞了个野怪 直接选择放狗 小狗出来 我开着狂暴 带走大Q 现在小狗的装备 去秒对方的酱油 速度已经不算太慢 这里 迷团直接BKB开起来 开着BKB往回跑 这里给上一个增悟 敌法师再被定一下 还是完成最小医生的击杀 那么电棍支援过来的话 好像没有太大的收益 又来接团了 跟几个又来接团了 敌法师这块往回跑一下 然后直接走传动门 有没有技能能定 没有技能能定 太可惜了 没有技能能定 没问题 现在电棍终于有了BKB 那这个正面会好打一些 这里被沉默 小小TV2连一套技能直接打上来 小狗开狂暴 转身开始去拿对方英雄吸血 对方背光披风救一下 船长这个水给的不错 AME赶紧往回跑 对方这边直接是开启了一个洪流浪潮 不过这个洪流浪潮的影响并不是太大 团队经济目前落后了5000家 看看XG的BKB出来之后 下一个装备准备买魔精 然后做撒旦 小毛的这个出装 他说船长的标记会出发决刃吗 没试过 但应该会 他这个指向性技能 从机制来讲的话 应该是肯定会出发的 我现在不敢去给特别 特别准确的说法 虽然这个机制很明确 但是DOTA2这种机制很明确的东西 然后最后实际情况跟机制不一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弄的 我现在就真的是不敢去 不敢不敢特别的确定 有观众表示说会出发 试过了 其实从机制来讲的话 这么明显的这个目 单体指向性的单目标技能 我不应该有任何的有语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 DOTA2这款游戏的Bug Bug的存量和未来的Bug产出量 实在是太多了 主要船长给自己一个标记 然后上来去清线 你看看距离不是很远 哦漂亮 萨尔给上一个框大 这边开刃甲 电锅吸攻击力给上 技能交的有点多啊 其实 XG的这个 哎呦XG的这个比赛 为什么让我看着这么像当初的秘密呢 他们的这个风格好像当初的秘密啊 Laney'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It looks like Dyer fortified their structure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Are those cracks in Dyer's top tower? Laney's top tower deserves just as much help its bottom 往复流就打架 不是 他们现在的这个打法 就最近这些天他们的打法 包括他们上一届比赛 刚刚拿冠军的那个比赛 都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在的这个 这个打法思路 现在XG的这个到了游戏的中期开始进行的 五人抱团抓单 这种极强的集火和技能的衔接能力 真的让我想起了当初的那只秘密 目前跟那只秘密相比还有一些欠缺的地方是转火能力稍微有一些差 但是他们的这个第一时间的集火和找人的这个风格 加上前期挖坑这个风格 就很像 来看一下这拨海民 海民被秒了 第一时间这拨感觉是要变雪球能变出来吗 这拨海民走出来 SR给上一个技能 这拨雪球没变出来 赶紧跑 撤得非常快 这拨撤得非常的快 而且这拨不能再打了 这拨是关键问题在于就是不能再跟对方继续打了 所以撤得比较果断 这些萨罗尼贴射留住这个大鱼 电棍给一个技能 敌法师这里开一个闪收碎片过来 差距里边还是想打 还是想打他们这个位置 小小过来给了一拨技能 不过并没有对电棍形成有效的威胁 感谢大伟丽霞老板的牛蛙和灯牌 谢谢老板 这个比赛的节奏 大家看现在比赛节奏打得跟XG领先5000是 明明是经济落后 但是打得跟领先5000是 要被敌法刷死了 不用太担心这个敌法 敌法不是大问题 敌法不是大问题 这场比赛秒敌法太容易了 这场比赛比较大的问题是 怎么能够在 凤凰变弹 船长的红流浪潮 加小小大鱼的掩护下 就秒掉了一个敌法 这个是问题 敌法拿审树碎片 呦这边右边蹭到了一个大鱼 海民直接一拳风飞 然后接控 这个大鱼一招踩 甲脖子直接被打残了 秒掉 阿姬的这个 阿姬的这个集火 阿姬现在的这个集火 搭配上 搭配上之前他们的那种 就是小毛 你看小毛为什么之前他的火枪 拖A杖的效果那么好 就是像现在这个场面一样 就是我发现你一丁点的失误 马上就过来把你这个人秒掉 小毛的火枪也是这样 小毛你看他拿火枪的局 就拿一张火枪的这种局 超远距离一个一张点到对方的脸上 对方以为这个时候我拉的距离已经足够远了 我应该没事 结果突然间 不知道从哪树那边蹦出个光头 一拳打飞 然后就集火死了 真的就是打哪直呢 他们这个不是指哪打哪 他们现在这个打法风格真的就是打哪直呢 而且在第一个人指到这个方向的时候 剩下的五颗子弹就已经全都崩过来了 这个是很很离谱的一件事情 就这场比赛输赢各一边啊 就XG的这种打法和风格 如果你给到他一个版本强势的阵容 版本强势且他们熟练度较高的一套阵容的话 前期挖坑挖的不会那么大 中期对线不会 中期的这个游走不会这么吃力的话 这个优势会比较容易建立 这边萨尔被对方的小妖找到 直接加审树碎片完成击杀 5颗子弹也有老六是吧 有个人拿两把枪啊 有个人是双枪啊 那没准还有人拿的是机关枪呢 不一样啊不一样 怎么经济差越来越大了 经济差越来越大不是很正常吗 XG一直在抱头抓人 又没抓到对方的敌法师 敌法师一直在狂暴刷钱 那这个经济差肯定会拉开 好这里大鱼人 大鱼人这块用 开始改改用石摩海报图腾了 又差点被秒 蹦蹦这边微光披风加上风掌 小狗的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是 晕锤 和MKB 看看这块直接找到一个海民 海民挨一套技能变血球 拖时间等队友 跳刀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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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跳走 小小这个位置风筝吹起来 另外一侧小狗在比较远的地方 这里又是一个闪烁碎片 直接完成了这海民的击杀 看看电钝能带走小小吗 没有成功 对方一个推推跑掉了 小狗这边给上了一个沉没 船长的这个潮汐波没有能够刮过来 那么这一波的接触是 被击杀掉了一个海民 差距集体撤退 小狗都是山盾 还有一分47秒 海民的复活是30多秒 Aurora这两场比赛的团战处理的非常非常好 不得不说 真的打得非常好 如果是一个团战的配合 比Aurora这两场比赛表现稍差一些的队伍的话 差距能够找到的机会会更多 真的会更多 大老师怎么看 大老师一直是bug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老师不显示胜率 小狗现在应该要做的装备 我觉得其实他现在比较急迫需要的一个装备 应该是否决卦士 否决现在是他击杀对方英雄的保障 大老师这边直接选择先做了一个MKB 看到敌法师上的蝴蝶 优先选择把MKB先做出来 没有否决卦士的话 秒人或多或少还是困难了点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KB加强袭加分身斧下一个装备准备做刷新 手里有一个魔精 小狗这样比赛的经济已经保持得很不错了 这个英雄他没有雷锤不做雷锤不做灰药的话 他刷钱只能到这个程度 英雄特质没办法 看一下谜团的装备 谜团现在上上跳刀BKB祭品 加上零龙心飞鞋 中立装备里边出的 这个中立装备带的是一个风暴宝器 下一个装备出刷新 萨尔有A张过吗 还没有 萨尔的A张差的还差一半吧 应该是 嗯 还差一半 现在两边都在憋一波大的 AR忌惮对手的谜团大 所以不敢轻易的发起战断 尤其是5v5的战断 他们这边几乎全是近战 只有凤凰一个人是远程 还得贴脸变弹 剩下的四个全是近战 主动发起战断的话呢 如果第一时间找到的 并不是这个谜团的话 会很麻烦 海民这边出来 看一下凤凰直接选择变弹 一拳轮飞 先打爆凤凰弹 打爆凤凰弹以后 小狗开始跟对方对ASR 这里给上了一个大招 但是小狗被沉没了 开始吸血 吸不回来 直接点死 秒掉对方的凤凰弹 不过小狗的狂暴结束 直接被对方留住 敌法师里过来一个大招 定了一下迷团 迷团手里面的大招 是并没有交的 对方没有凤凰弹掩护的话 如果硬打这个正面团 并没有那么容易 看一下小毛攻击力吸上 SR给上一个框 对方这块风筝吹一下 不过攻击力照吸 落地以后 直接带走 打死这波以后 在下边迷团大招拉住了船长 船长开启BKB 但是小狗买活回来 直接脑死 漂亮 接下来呢 这场比赛最难的时间来了 这场比赛对于XG来说 最艰难的时候来了 同志们千万不要以为 这波团战打赢了 是一个好事 接下来的这两分钟 将会是XG最难熬的时间 这波确实打赢了 打赢了一点毛病没有 但是这波打赢了以后 并不意味着 现在的局面变优势了 相反 现在他们会有两分钟的 一个巨大劣势 而且小狗因为是买活的 所以小狗这波的经济呢 是掉了不少 这波小狗经济掉了不少 现在小狗捉到就至少一路 现在小狗捉到就是直接GG 不是一路的问题 这个百分之百是GG的一个局面 没有谜团大招 没有小狗的单体输出 只靠现在的电棍 海民 萨尔 这几个 以及一个没有大招的谜团 对方真的连看都不看 就直接把你建筑物全拆了 大GG友过来打肉山 打肉山很聪明 这个打肉山打的非常聪明 他们直接过来选择去打肉山 如果能拿到这个肉山盾的话 小狗有两条命 其他的队友呢 留一个买活 这个正面下一波团战 只要在自己能支援到的位置 仍然可以接 这个团战仍然可以打 迷团刷新了 还有50秒 对方的船长护荒 还有十几秒 船长护荒以后呢 迷团要大招 CD 还有30秒左右 这波打完肉山 nice 打掉了以后呢 是拿到刷新球碎片 这个刷新球的碎片 选择是给到电棍身上 因为电棍其实也需要一个刷新球 电棍刷新两个大 虽然没有A杖有点可惜 但是他有两个大 加上有两个BKB 两个分身俯国 因为这一个刷新所带来的 这个正面团战 至少可以放三到四次等一只场 小狗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被对方直接抓死就行 三万敌法 三万敌法现在不是关键 关键是目前对方的这个 对方敢不敢像上次一样 那么去开团 如果对方像上次一样开团的话 XG是能赢的 现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 是他 刷新双大 加上强袭的电棍这个东西 他的强度是没见过的人 完全无法理解的强度 他的伤害是指数系 即上升的 电棍的大招 在刷新之后 他的这个两个大 打到同一个人身上的话 这个伤害是指数级往上涨的 你一开始的时候 感觉他前两下三下 打得你身上不疼 突然间这个伤害 就会来到一个极其极其离谱的一个 一个程度 甚至有的时候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你可能就被他秒了 那个直播间的防管把这个封一下 把剧透的封一下 封一下 把剧透的封一下 电棍现在确实没有A杖 但是电棍的A杖 有没有对于单体目标 是没有影响的 电棍的A杖最大的作用 是在于能够让他提高 打到自己想打的那个人的概率 以及在整个团战当中的一个 全部输出的一个效果 我开一下那个粉丝盘发言 开一下粉丝盘发言 这块萨尔过来了 萨尔过来以后 看见这个框 留住留住留住 漂亮 留住这个凤凰 这个凤凰吹风吹起来 凤凰有买 凤凰有买也不要紧 让他买 让他买 让他把这个买活给他耗掉 XG在秒掉对方的凤凰以后呢 直接抱团上高 这个XG的这个争处上高 真的不讲道理 落后是一万多的经济 在这上高 气势是真足 开始小小扔回来 你这扔回来个爹呀 你这是 电棍目前身上没有A仗 没有A仗的话 拆监住 稍微慢点 敌法师扔了一个闪瘦碎片 看下大鱼 这条踩 海民直接轮飞 迷团过来 大招拉住对方的大鱼 萨尔框大留住船长 大鱼人被秒 大鱼人直接选到了买活 AMD一条命被打掉 萨尔被对方的敌法 开始BKB过来以后 直接切死 那你BKB没了之后呢 小狗第二条命站起来以后 直接狂暴开起来 往前顶 一个等力资场 对方跑一下 船长一个水船 定住 再给一个山包 电棍好像有点扛不太住了 AME这边开启了BKB 转身刷牵 第二个大 定住对方的敌法师 敌法师被带走 选择了买活 正面战场 这个位置小猫暂时还没有死 大鱼给上了一发点灯 小猫还在往前顶 他还在往前顶 这个位置被对方的船长 一个标记 一个水 直接带走 这波打完了以后 但是由于对方买活了好多人 这波正面团战 打完以后 双方的团队精力 他拉近到了只有5000 就算是电棍 再买活回来 也还有7000 而且现在正面战场 在电棍可以买活的 一个情况下 对方这波直接上 你们有点不把这个 小狗当回事了呀 我觉得 船长直接标记回去 正面战场这个位置 看一下海民的位置 现在海民的位置 和谜团的位置很关键 对方这个位置 在想要去寻找一个机会 海民想要从侧面过来 但是被对方扔了 一个闪烁变 直接看得起来 萨尔马上复活 手里又大 过来直接扔出来 小狗果断爆出来 先去秒对方的小小小 小小大风筝出来 心情变淡 小猫选择买活 来到正面战场 萨尔碰打对方 所有人留住 带走对方买活的凤凰 这块留住2323 买活死 船长开启BKB开启船 挂上船游 你就不死了吗 我急急急活 心情在旁边扛了好久 小狗扛了好久 心情变一个雪球 定住对手的 最后一个大鱼人 这是唯一的一个输出点 带走对方这个人 对方的小小 选择了买活 但是没有用 正面战场 对方已经完全打不过了 萨尔一个大窗 打住对方 三个关键点 谁都出不去 而且这是一个A仗大 对方连BKB都开不出来 打完这波团战以后 双方的团队经济 直接完成了一个拉平 甚至马上要反超 那么电棍呢 买活 加上刚刚复活的萨尔 加上队友 顶住了第一波 顶住了第一波 对方的先手 尤其是这个海民 这海民好硬啊 这个海民真的好硬啊 海民真的好硬 这样比赛 那么这波对方 三个人都没有买活 XD直接选择过来 去拆对手的基地 nice啊 IG的这个执行力 真的 有点不可思议 说实话 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执行力 这块B团 大招 拉住对方的船长 这个招就已经无所谓了 这个时候已经无所谓了 拉不拉这个船长 已经无所谓了 好了 那么这样吧 恭喜XD 战胜了Aura 两只队伍 战成了1比1平 而且XD是以这样的一套阵容 以及前期能看得出来 比较声色的一个配合 拿下了对手 很不错 很不错 好了 我是桑子大叔 咱们稍息休息一会儿 带来今天的第三轮比赛 对战的双方是AR 对战OG 让我们稍息休息 看看下一场比赛 AR的表现 对战 对战